來聊一下夾娃娃機 目前還只是一個草案 就是在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當中有規定 在第四條說距離學校五十公尺之內 都不能夠設置夾娃娃機的商店 那這當然是為了保護學生安全 我們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在士林是有個問題 因為百齡高中旁邊就是士林夜市 如果草案直接規定五十公尺之內 都不能夠有任何的夾娃娃機 那麼現在士林夜市的很多攤商完全都不能做 所以想請教一下 這個部分的法條是否還能夠再多的修正 比如說直接規範某些特定的夜市市場商圈 除外或者要多跟在地的商家 多開一些公廳跟協調會 這可以嗎 謝謝議員的一個提醒 其實我們在之前都有跟相關的公協會有做過討論 針對在學校周邊五十公尺內的一個禁止這個條文呢 他們是同意的 那至於說我們相關的一個夜市部分呢 我們也會回去研究清楚 做一個適當妥視的處理 所以請你們就盡快研議清楚 然後像士林夜市這種比較特別的地方 盡量把它排除在外 不受到這個條例的拘束 可以嗎 我們會去納入研究討論 因為現在還在屬於公展的期間 好 OK 謝謝